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投资银行承销的功能到底有哪些 也就是说投资银行当承销商的功能有哪四大功能 首先第一个功能叫做购置功能 那基本上来讲他今天他虽然是代替某一家公司去销售股票 或者所谓的债券 可是问题是这一个额度是不是能够达到 或者这一个销售方式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举个例子来讲有一种叫做包销 就基本上来讲他就是先买进来 然后他自己再去做分销的动作 那代销的部分是他是帮你卖 卖多少算多少 那这中间还会有一种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他是先帮你代销 剩下的部分的时候投资银行就做买入的动作 那这个本身牵涉到所谓的金额投资金额额度的问题 像有这些企业他今天要去做一个投资金额 如果说今天他需要的就是100万 他才能去购置厂房或做某些特定的事情 那我们讲金额部分的话 他基本上是一定要达到 不然对他来讲的话 他如果拿个50万 那请问你他这个投资扩增他要不要做 这中间就会有所谓的金额上的差异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讲分销的部分 分销其实他的重点就在于他的路眼跟全世界飞来飞去的功能 也可以说投资银行他基本上来讲 他会组织很多投资银行大家一起来共同承销这个股票 那这样子大家的压力就会比较小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时候 投资银行他本身他底下会有很多下包 也就是很大的基金 他专门就在做投资 所以他需要这些新的产品 所以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投资银行就所谓的分销的功能 那基本上一个股票卖出去的时候 他是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发行价 就是针对很多大头 就是基本上来讲 有点类似批发商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给他们 那这批发商他们本身是做直接投资 倒不是说这个批发商再把它批出去 没有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会有一个发行价 那等到发行价的时候 大家认购差不多的时候 是不是到最后会有一个 对公众发行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市价 那这两个价钱之间 就是发行价在前面 市价在后面 这两个之间就会有所谓高低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讲到第四个功能 叫做保护功能 像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绿鞋条款的 也可以说 如果说假设批来讲 市价他今天 销给大众的时候 那大家都不愿意买 那价格就往下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他的市价小于发行价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时候 这一个投资银行 他就去买股票 回来 那给之前的认购者 那基本上来讲 他这个东西就跟那个 我们讲 他跟所谓的股票发行公司 他有超额15%的部分 的期权 他未来 可以攻击 攻击股票 就是他可以认购股票 当市价 大于发行价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多出来的15%的话 多出来的供给 就可以作为稳定市价之用 然后最后一个功能 我们今天讲的咨询功能 讲的其实就是 你这个IPO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出意外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大家忙了半天 到最后没有办IPO 那不是很糗 那甚至于说 有些创业者 他这个东西 他的咨询顾问不到位 可能他告诉他说 他这个东西是可以 可以IPO的 是不会有问题的 到时候出了问题 可是又卡在 这个创业者 可能跟投资银行 他本身有签了一个 所谓的对土协议 或者他跟某一个投资者 有签了一个对土协议 那这样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提到 当然基本上来讲 第一次公开发行 它是一个程序 那如果我们讲程序的话 跟投资银行有关的程序 就两个程序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IPO 就第一次公开发行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并购程序 那通常这两个程序 大多数都认为 IPO的程序要比 并购程序简单的原因 就是第一个 它程序是很固定 第二个 它的监管单位的口位 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并购的话 因为它牵涉到两方 光是律师 跟会计师就成为两倍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再加上说 你今天在并购的时候 你可能是恶意 善意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投资顾问 这有太多人 就比较容易有谈不容的情况 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原点 就是今天所介绍的 就是所谓的投资银行 的成销商的功能 基本上有四个 第一个叫购置 第二个叫分销 第三个叫咨询 第四叫保护 那保护里面有一个 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绿写条款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创业前读者本处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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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